推广体育节出梦见奖 表扬体育基优团体及有工人员大会上 特别颁发终身成就奖给李博元先生 我们体育会表扬113年体育基优团体和体育的有工人员 我们一共有118位 包括今年特别表扬了终身成就奖 由我们李博元先生 是我们台湾体育总会博物协会会长 也是我们基隆志博物委员会的主委 也是我们的前体育会理事长 算是我的老大哥 他对在从事体育这60几年来为体育付出很多 李博元谦虚地表示 这个奖项应该归功于现代理事长郑锦舟 郑理事长使基隆体育成为全台龙头 跟在全国体育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基隆志的体育界在我当理事长的时候 基隆的体育是一片沙漠 蔡富天先生接任理事长以后 他的努力基隆志体育成了一片的草原 现任的郑锦舟接任理事长以后 基隆志的体育成了一片森林 表示郑锦舟接任理事长以后 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出钱出力 推展基隆志的体育 不但他成了基隆志体育的龙头 也成了台湾省的台湾的体育界的龙头 甚至也是全国体育界的 讲当当的人物 所以我们基隆志的体育 现在文明于全台 正经都理事长的贡献很大 表扬大会上教育处代理处长徐燕丽宣布 师傅已经向体育署申请1.5亿元的预算 将在明年启动各大运动场馆更新工程 同时也将推出市立高中体育运动的奖学金 今天很开心我们来到运动爱台湾 今年度的颁奖典礼 一共有93位获奖人员 还有16个团体 那很感谢选手教练 学校校长们老师 更重要是体育会行政团队这里的付出 让我们运动年年都有很好的佳基 那谢市长也在此表达 非常敬佩各位体育幕后有功人员的努力 所以在今年谢市长也指示了教育处 我们推出了申请了体育署1.5亿的这样子的预算 那无论未来在各个运动场馆 像是体育场馆的屋顶 还有整个的动线跟座位 以及暖暖累球场的照明 以及游泳池 还有一系列的场馆 在明年都会开始推动更新的工程 让选手教练学校以及市民有更好的环境 那今年我们也针对了市立学生的奖学金推出了 如果在体育方面基优的话 我们将推出针对留在市立高中体育运动的奖学金 市议会教育组召集人张耿辉 肯定谢市长上任后高度重视体育发展 所推出的各项计划 我们市长上任以后也很重视这些优秀的体育选手 未来的话只要得名的话 他们每年的话都会编列一些我们的营养金等等 包含体育班的三级制 现在也重新在恢复了 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的体育选手的培育的话 会相当的相当好的注意 基隆加码体育生奖学金与三级衔接政策 政理市长也期许基隆在113年全民运动会中 我们基隆是一定会教出亮丽的成绩 为基隆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导